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一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了 我发现她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 尤其是我们一起创业后 她总是对我百般挑剔 经常对我发脾气 一点都不包容我 她做事情真的太马虎了 什么事情都需要我来操心 本来我们现在创业压力就很大 她还总是这么幼稚 不断地给我添麻烦 现在我感觉在她眼里 无论我做什么 她都觉得是错的 总是各种指着我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跟她 再继续走下去了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刘23岁来自山西个体 有请 小罗24岁来自广西个体 有请 这天南地北的 怎么认识的 我们之前是在上海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在广州 刚结束实习 我就一个人去到了上海 她呢也是刚刚毕业嘛 我比她大一岁 我们偶然间在上海认识了 那个时候是她主动追的我 我那时候觉得 她是一个特别靠谱的男生 在生活上对我也比较照顾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 如果不靠谱的话 也不会跟她谈恋爱 对吧 如果不靠谱的话 也不会跟她一起创业 创业之后就出问题了 是吧 对 直到现在的话 我感觉她对我的态度 特别不好 就很多事情都要指责我 对我一点都没有包容的心 你们现在在哪儿创业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深圳 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两个人吧 是一起开了一个 动漫服装出租公司 我们平时主要就是 负责一些服装出租嘛 然后就是人员演出的安排 我呢主要是负责对外 去接项目呀 谈生意呀 她呢主要是负责对内 给人员发工资 一些服装的采购 创业之前感情好吗 创业之前感情蛮好的 创业之后呢 创业之后 两个人可能是在一块工作了的原因吧 每天生活也在一块 工作也在一块 真的是 矛盾出现了特别特别多 说说吧 都出现了哪些矛盾呢 有一次吧 就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服装不是出租出去了 商家因为一些原因 把我们的服装给损坏了 需要对我们进行一个赔付款 我就问他 要了一份那个价目表 因为他是负责这一块的 结果 后期也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去重新采购这批服装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给我的价目表完全对不上 基本每一件就大概相差了有五六百块钱吧 十多套算下来 大概差了有七八千块钱 有 我们这一单也就挣了两三千 所以就算下来 我们真的是亏损了很多很多钱 我完全不能接受 那我不是故意的 当时很着急 我人又在外面 我记得多少 我就发出去 后来我发现是错了 那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 我不想再去提起这种事情 我们会吵架 那钱少赚了就少赚 我们可以再赚回来的不是吗 这问题我就理解不了 为什么你要把价目表放到电脑上 手机上就备份一下呢 我没有备份在手机里面的这种习惯 我问你要了 你说什么凭什么记忆给我的 结果差了那么多钱 这些钱难挣的呀 刘总这腰一叉你知道吗 我罚你一款也不是 你是我女朋友 我说你两句你跟我谈 钱可以不挣感情不能没有 受不了是吧 对真的是让人心理无法接受这种事情 我们一起合伙经营的工作室 他一旦犯什么错误就要批评我 他会犯错吗 他也会 小刘总也会犯错啊 但是我不太记得了 但他总会 就因为这种钱的事情嘛 他连我生日他也没有陪我过 然后在我生日的那天 他还跟我吵架了 发生了什么生日那天 你还好意思提生日的时候那件事情呢 那会儿确实我是没陪他过生日 但是呢那次事出有因嘛 那会儿我们在厦门的时候 接了一个活动 然后呢我们就有人员过去工作了 说好的商家是包括我们这个人员的 机票呀 酒店呀 是他们来出这部分钱 但是呢等到钱下来的时候 确实是因为我的对接原因 你错了啊 对 我错了 那是他说错了 然后呢 钱下来了 我总永远承担错误 确实因为我的原因 钱下来怎么了 钱下来的时候 我发现这部分钱 全部都是由我们来垫付 算下来那钱也不少呢 然后呢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 从上海飞到了厦门 去要这些钱 但是呢好巧不巧 那天是他的生日 我呢就没有办法陪他了 然后他呢就跟我发牢骚 怎么怎么样 因为钱都是打到我的卡上的 我当时就想着 这个活动拖了这么多天 我就想着 不要让人家去烦他 给他发信息 催他发工资啊什么的 我就直接给人发下去了 结果发错了 当时他发现了 他就立马在很多人的面前就说 怎么自己事情都做不好 然后我就让他们 我说我工资给你们发多了 你们退一天的回来给我 然后人家也退了呀 我从厦门三点钟坐着飞机 去了厦门六点钟 我从六七点 然后陪客户去吃饭呀应酬呀 整整熬到了晚上三点钟 我才把那笔钱要回来呀 然后你就给人家发工资 每人都多发了一天的工资 你怎么算的 你之前就算没对接好的话 你不能跟商家签个合同什么 说该包的就包 不包的不包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着急 我给人家发下去了呀 项目负责人和财务打款 是两回事 你不懂这些事情 你自己发工资 是你发错了好吗 你这做的叫什么事呢 我问一句啊 你们公司有项目负责人 和财务这两个岗吗 项目负责人是我财务是他 你觉得他适合承担财务的工作吗 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我就是真的是不想让他 接受这个事情 想换财务了是吧 重新雇一个人也算 让我来做也算 他就什么都不信任我 什么都不让我做了 他平时总说自己出去应酬啊 多忙啊 我一看一下他手机 他就得发火 我每天辛辛苦苦出去 在外边工作 每天回家醉醺醺醺了已经 就需要跟客户 偶尔会去喝酒嘛 然后呢 他连杯水都不给我倒 那你去哪儿的时候 我们工作既然都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就不带我去呢 有些时候需要去喝酒 对不对 你个姑娘家家 你又不能喝酒 我也不放弃让你喝酒啊 对不对 确实是不方便带你酒 我就担心他在外面嘛 你说总是这样子 那也会接触一些异性 所以我才老看他手机的 咱先把工作的事放一边啊 情侣之间合伙做事 还真是挺难的 更何况你们这么年轻 他在生活里对你怎么样啊 工作上比较凶巴巴是吧 对 生活里呢 在生活里面也是这样 他就说 你懒得要死 那个衣服什么都乱丢 也不打扫卫生 以前会挑剔这个吗 以前他就会帮我收拾啊 他帮我什么都收拾好了 我就躺在那玩手机 每天我在外边当完孙子 回家汉里伺候你这个奶奶 没有那么夸张 说来说去还是孙子你知道吧 他也有自己乱放的衣服 行 除了现在开始责怪你 不做家务之外 还有什么对你的变化吗 有 就他总说自己忙嘛 那我也忙呀 我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去接一些兼职 我做礼仪还有展会这种 有一次我去做展会 他刚好就休息嘛 他没有什么事 我就说那你来接我下班呗 因为我没有找到他 我没有按时嘛 他就生气 他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 他就走了 那会儿上海比较冷 那会儿我们在上海工作呢 上海确实挺冷的 没雨季嘛 他让我提前点过去 他会准时出来的 结果呢 我过去从六点钟 等他等到七点多 一个多小时啊 那是因为什么呢 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定位 我就按着那个定位去找他 结果我也没找到他 我就找错地方了嘛 然后他又让我换位置 一会儿说这个口 一会儿说那个口 我来来回跑 跑了好几个地方 就是找不着他 一气之下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啊 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他在的那个口 结果他倒好 他就直接生气就回家去了 这个有点不太应该啊 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不应该那么脾气暴躁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嘛 日常生活当中情侣都会碰到 就是因为这种小事嘛 我有一次我想给他做饭 我就说亲爱的 我们好久都没有一起吃饭了 一天吃外卖 我就想给他做一顿饭吃 但是因为一下午 有一些事情我又给忘了 我等到他回到家之后 我又没做好饭 他就生气了 那会儿的时候 接到他个电话 今天晚上我给你做饭吃 我说行行行 那我下午六点钟我就回去了 但是我晚上八点钟 还有我事情要去忙 你要尽快把饭做好 我吃完我就得走了 结果呢 我六点回去的时候 他也刚回来 然后才拉着我出门去买菜 忙到了快八点了 我一看时间来不及了 我起来走了 然后他就生气 饭也不吃就出门了 你也够没能力的了 就回来改一下嘛 两个人在一起 两个小时出去吃一顿饭 或者点个外卖 自己点个蜡烛不也吃了吗 他非要折腾上 要自己做 我觉得自己做的东西 比外面的卫生 比外面的好吃 那你知道他八点钟 还有事要出去吗 我想着他负责洗菜 跟我两个人一起做 那也来得及的呀 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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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以为回家 我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了 结果呢 我饿着肚子我就出门了 那也不能怪我呀 你自己洗菜洗得那么慢 行行行 什么都不能怪你对吧 提前我就跟你说好了 结果你连菜你都不买 回了家还让我去买菜 让我去洗菜 让我做饭 你干脆直接说 你想吃不就行了 刘总 差不多得了啊 事也过了 你自己也没处理好 哄一下就完了吗 哎呀 八点钟还有事 咱今天就不做了 对不对 点点其他的吃 明天你再做 不就完了吗 得 你也没处理好 你还插着要怪人家 有意思吗 第二天确实也就发生了那么件事 第二天还有呢 对 第二天我们约好了去花园餐厅吃饭 我就没有预约 他当时又生气了 他说既然要出来吃饭 怎么都没有预约呢 为啥不约 因为我就看了那个网上 那家店嘛 也没有很多人呢 谁知道又刚好碰上周末 他人就变多了 什么事情都不能提前一步去想 总是这样犯错误 然后那天我们不去了 去了之后 需要预约又没吃成 我说换一家店吧 他说这家又不好吃 那家环境又不好 非要挑着什么 去什么网红打卡地 我喜欢去网红打卡地 你喜欢你喜欢 结果了去了 正好周末哪人都很多 又不行 又要换地方 又捧着个手机在那 刷什么抖音 看什么网红打卡地 然后呢我一气急下 我出去买瓶水 我冷静一下吧 我不想跟你吵架了 实在 他没有 他当时我在看手机嘛 他一不坑一声 他就走了 我就给我气死了 我打电话就去骂他了 骂他什么呢 就说你怎么就 外面那么冷 还下着雨 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了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那他到底要你 还是不要你呢 你觉得 我感觉他现在对我的 不仅是生活还是工作 各方面的都挑刺 然后就跟以前比起来 那是相差的太多了 我跟他打电话 跟他说话 他都不回复 但是只要那些女生嘛 给他发信息 他都会回 不是 他发的如果是工作信息 他一定要回啊 他在这个店里面 他不就不负责对外嘛 我总要拓展这个卖点 对不对 就那天嘛 他丢下我的那一天 然后回去了 我自个回家的 他就去哪里 没跟我说 我给他打了好多个电话 到很晚的时候 他才回我说 跟朋友谈事情去了 恰巧他那个朋友 是我认识的 我就给他那个朋友打电话 微信战线 我就打手机 手机打完打微信 他两人同时都不接我电话 真的太让人窒息了这种感觉 我的天呀 我开着车 我没有办法接电话的呀 然后我朋友给客户打电话 他也没有办法接电话呀 问题他又一直一直一直给你打 那你开完车了 你下车了 你们俩还是继续合伙的 不接我电话 那会儿我就生气了 很烦很烦 我就想到啊 咱俩谁也别接他电话了 真讨厌一直给我打电话 没有啊没了的 然后呢 那天晚上 我俩就一整晚没有接他电话 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看他手机了 他还生气了呢 我晚上两点多钟回来 你回去 你连杯水你都不给我倒一下 你自己都没倒 拿上我的手机就烦 我翻他手机 我还看到了 他跟女生的聊天记录 而且我现在已经把那个记录 保存下来了 我都要看你要怎么去解释 这个东西 你过不过分 你要到底要干嘛你 而且现在我觉得 这个东西应该放出来 不不不 等一下啊 你先问男朋友同不同意 他必须同意 你真的太过分了 但我真的问心无愧 你爱放放吧 我随便 那我们可以放吧 看啊来 你看到没有 就是这种啊 每个女生找到他 他都回复 不管人家说什么 他也就 你那OK 你不就答应了人家去了吗 你那个OK和我那个看的不一样 我看的那句话比较敏感 不嘛不嘛 我好想你的 对 我是看这句话比较敏感 是吧 人家都说好想你啊 去没去啊 你就说OK 去没去啊 答应是答应了 但是我没去 这个女孩子跟我真没什么 不是我就问你说得清楚 说不清楚吗 你再生女朋友的气 然后你再回别人的微信 就好简单嘛 可是我感觉就没什么事情 就因为这个东西嘛 我们吵架实在吵得太多太多了 每次这种事情已经数不清了 这个在创业之前都没有是吗 那个时候的我们就有钱就去玩啊 该干嘛就干嘛的啊 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 谈恋爱谈了一年半 谈了一年半 创业创了多久 创业的话不到一年 在一块工作之后 发现他整个人工作上面特别的马虎 不为以后去考虑 我真的感觉到很累 压力特别特别大 毕竟我们的父母也年纪老了 我们马上也要面临着结婚 本身我就是想跟他往结婚走的 然后他现在呢 有各种乱花钱又不节约 有一段时间我们俩刚好就不忙了 都有时间了 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出去旅游吧 我们好久都没出去玩了 他二话不说 想都没想直接说就不去 我要在家里打游戏 我哪都不去 我没有说不能让你去吧 你要我自个去嘛 你想去你去呀 我又没有不让你去对不对 我不想自己去 我要他陪我去 以后结婚不需要钱的呀 父母老了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 你不需要钱的呀 你出去旅游一趟能花多少钱呢 那老是说我不节约用钱 那会儿韩有一件事 我们确实是资金方面有点周转不开 身上就剩几千块钱了两个人 那会儿我们已经买了房子了嘛 他要还房贷 韩差的半个月 提前就把他房贷还了 那时候你跟我说 过两天我们上一次的那个活动的钱就要发下来了 那不就两天时间嘛 我就想着这个房贷早还晚还 他不都得是要还呢吗 那手上有钱就直接还了呗 那万一呢 万一那笔钱没下来呢 我留了四五百块钱 我们吃饭吃两天也够了呀 那得亏他就只拖了两天 万一拖的时间更长点呢 没有这么多这种万一的情况 我想问一句啊 今天两位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让他改变一下对我的那种态度 不要总是像我的老板一样啊 命令我 你想让他改态度 你呢 我想让他从工作室里边退出 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 他想让我从他的工作上完全地退出 好 你们俩合伙这个公司的利益怎么分 我想知道 就我们的钱都是一半一半的 但是钱 也就是说盈利的利润部分是五十对五十 是吧 也没有 利润部分基本我们两个人的钱 基本都放在一块 所以你看你们这个情侣情侣分不清 合伙人合伙人分不清 你们不是混乱吗 接下来再问 绝绝点混乱 你们现在还能分得清楚 哪一部分是工作 哪一部分是爱情吗 说实话有时候也分不清 男生你分得清吗 插着腰地说 感觉生活工作 基本二十四小时都混合在一起 如果说这个女朋友 现在我们把她看成两个角色 一个是女友 一个是员工 你觉得员工部分 她肯定不合适 对吧 确实是 那作为女朋友那一部分呢 犹豫了 也想换呗 也不合适呗 我觉得她跟她在一块 真的太让我窒息了 那不就说我现在不喜欢你了吗 我觉得你不够好了吗 女生 一样的问题 这合伙人你要换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跟她 一起工作的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想着我们两个既然都 什么都熬不来了 那在 不是 你们熬过啥呀 你们这不是才开始熬吗 你们熬过什么呀 我们以前都是一起攒钱的 那现在她要把我换掉 让我走 我就不想 我想跟她在一起 好 作为男朋友呢 作为男朋友的话 其实我还是感觉 她对我挺好的 所以现在两个人的态度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晰了 作为男生来说 觉得女生不太合适 在工作上帮不到 在生活上觉得让你压抑 感觉到点压力 好 特别 女生的感觉是 我管她呢 千不好万不好 这个男人我觉得还行 我要跟着她 这两位 什么都拎不清的年轻人 他们对断情感和工作关系 老师们会帮他们 做何梳理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分不清楚啊 有一个东西更分不清楚 你俩分手了 这房子怎么分呢 不知道 这个首付是我们一起攒的 然后房贷也是一起还的 咋分呢 房子怎么分 卖了吧 卖了然后分钱吧 两个人 一人一半 也只能这样了 你同意吗 如果他要跟我分手的话 其实我不想同意 因为那个房贷 都是我们辛辛苦苦 一起攒钱还的呀 你不想同意 人家就要跟你分手啊 那房子也不给他 所以你看 不光是工作 感情上的问题 其次 你们整个对话当中 最敏感的就是 女生放出了男生的 那个聊天记录的 那个截图 我告诉你啊 对方敢说那样的话 对方敢对你有 那样的尺度 是出于你的态度 因为你对对方 有让他敢于说出 这种话的勇气 所以他才会说 我好想你的 以此对话来看 你在边界和尺度上的问题 和异性保持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才会 一直要缠在你的工作 和你生活的四周 无处不在 他和你在一起工作 一直不要退出 你们经营的这个工作室等等之类的 你以为他是需要这份工作吗 他是需要看住你 你跟他在一起工作是图啥 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就让我很不放心 不是天天24小时 一直要跟他在一起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绑在一起 就能看得住的 人家不还照样 是挺想你的信息也发着吗 所以你把你们的生活越脚越乱 爱情也没有了 工作也没有了 男生也是 现在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对他一个人抱有太大的希望了 他一人身兼数职 又当你的女朋友 又当你的女员工 你到底要他干嘛 如果你想要找一个 能够在工作上分担你的忧愁 在生活上替你排油解难 然后在感情上 还能抚慰到你的心灵的话 他绝对不是那个人选 所以我劝你们两个人三思吧 想好房子怎么分 谢谢 房子好分 一人一半就能分 但是你俩好不好分 我觉得你们一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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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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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这对小情侣的温馨浪漫的时刻 一起见证四位老师的打脸时刻 刚刚经过几位老师的批评 我也反思了很多事情 确实是因为在工作当中 我整个人压力太大了 对你也是蛮不尊重的 对不起 以后我也改正了 以后我觉得我们工作 是应该分清楚 你去做你的事情 我去做我的事情嘛 一段好的感情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进步的 而不是有人拖后腿 不分了不分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请回 希望这两队年轻人可以彼此尊重的 好好的对待彼此 至于情感的问题 慢慢来 因为他们还年轻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我把我所有的好都给了他 为什么他却不领情呢 他为什么一直要逼我 对我的好 对我而言 都是变相的强迫和压力 我未来的每一个计划里都有他 可他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我 我该怎么办 他做了太多让我心里不踏实的事 请再多给我些时间吧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刘24岁来自河南 主播有请 小李21岁来自河南 学生有请小李有请 欢迎两位啊 做什么方向的哪个锤列的主播 带货主播 认识了一年 你想娶人家 24岁那么着急结婚 我们家是农村的嘛 就是农村观念 他就是结婚比较早 对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 跟他的感情状况挺好的 就是我平时对他也挺用心的 就可以把这个结婚的事给提一下 好 但是女生觉得 好像差点意思是吧 对 我觉得 首先我现在还在上学 实在是有点太早了 再加上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现在对他 有些信任不起来 就我们刚在一起过了几个月 然后我就过生日了 我想着他那一天应该会 好好的陪我 然后我们一起庆祝生日 但是那一天我连他的面都没见着 他说他去郑州 理头发 然后顺便再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他下了车之后 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他就是一会儿说手机没电 一会儿说有工作要忙 就是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搪塞我 干吗去了 他说他去工作 但是事实上我一直追问他 我才知道 他是去见他前女友去了 不是 他过生日你去见前女友 为啥 其实我是去见前女友 但我是去找前女友 把事情说清楚 不是 因为我已经给他分手了 就分手了一年 还没说清楚呢 但是我前女友 他一直讲给我复合 就我害怕因为前女友的事情去 伤害到他 按他这个说法 我基本认为他跟前女友 有点藕断思连的意思 至少没有断干净 你有发现吗 那时候也是刚在一起几个月嘛 反正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我是没想到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那是藕断思连 说不定他就是去约会去了 我觉得他说法可能就是在骗我 甚至就没有分手 不是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他要是跟前女友没有分手 那叫脚踩两只船 对 他要是跟前女友分手没分干净 那叫藕断了 撕海脸 你跟前女友怎么回事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前女友他那个人 就是情绪什么的就特别激动 不是 你跟你前女友分手了多久 跟他谈的恋爱吗 前女友分手有半年左右吧 那就说那个女生还没有忘记你 是那意思吗 对 就一直追着我 他就想跟我复合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确实不合适 我想当面过去 给他把这件信给说清楚 那他们日常还有联系吗 你发现 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才知道 他原来还有一个这种前女友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他说他过来给我补过生日 就是各种态度什么 我都觉得挺不诚恳的 他从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 就用的是微信的小号加的我 因为他的大号 肯定和前女友 就是一些动态什么都没删 怕我看见 所以那时候 他有两个微信号是吧 你跟你有一个专门的微信号 对 那你跟前女友道理 还有没有联系吧 日常里 有 有 有 一直在纠葛呀 他就是一直想跟我复合 但是我都没同意 所以我是想过去 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联系他呢 是因为他没事就会去 我们公司闹 然后我真的是没办法 那就闹呗 但是我害怕的就是会影响到 怕什么呀 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 认识他以后 我就想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清楚 他总觉得自己解决好了 但这明明就没解决好呀 好 那我再问啊 你跟他认识多久的时候过的生日 就两个月 那现在他跟前女友有联系吗 现在不联系了 前女友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吗 对 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女生的心里有一个疙瘩了 我们这个事就放在这儿了啊 这如果说对男生有不满的话 这是一层不满 还有其他的吗 他这些微信不是都删干净了 然后他QQ空间的动态里面 和他历任女朋友的那种动态还在 他知道我不开心 也不想着去把这些删掉 他每次说完之后 我都会去主动去给他删 但平时真的是因为工作太忙 我就给忘记了 而且那个QQ空间的话 我删十几条以后 它就会出现那个操作频繁 就没办法 我再等个三四分钟继续删下一条 而且有三四千条 我就真的没办法一次性给他删完 然后有时候就会给忘记 这女生对他还是不信任吧 对 主要是他这个态度就很有问题 知道我不开心也不会主动去删 那你都知道自己不开心了 为什么还留在他的身边 我倒觉得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你不当时才发展了两个月吗 那赶紧跑啊 转身就跑啊 这男生不靠谱啊 除了这些别的做得挺好的 所以有脸也舍不得 就是这不是一个感情的基础吗 别的好能替代这份基础吗 他很帅 他很高 他对你很好 但是他对你不忠诚 这不是一个基础吗 好 这件事我们说过了 还有别的事吗 他太急着结婚了 太急着结婚了 对 然后就是拿工作忙来搪塞我嘛 但是我觉得他工作 压根就没忙明白 他这个工作就是很不稳定 我觉得就不能够支付起我的未来 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带货嘛 就前段时间他有一次 他急着直播 然后那段时间 他的那个经济链又没周转开 我看他挺着急的 就先借了他三千块钱 但是那一次忙了几天下来 他不但没挣钱 还差点就把本钱都赔进去了 我觉得挺不靠谱的 这个工作 女生觉得你现在向我求婚 至少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吧 你认为他这份工作是不稳定的 你还找他借过钱啊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工作挺稳定的 因为刚开始做 自己可能也不太熟悉 但是我觉得赔一次也很正常 哪有一次就赚钱呢 在家我最后我把钱也还给他了 见过对方的父母吗 没有 他都没有跟父母说我的事情 他这个工作我没办法介绍 就我父母问起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还是想等他稳定稳定 我向父母介绍的话也能放心 不是 他这工作没问题啊 互联网销售啊 我父母可能就不太能接受 这种新兴行业吧 再加上他收入也不是很稳定 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他不想 就跟爸妈解释 如果跟爸妈好好说的话 那肯定也能接受 不是 那你承不承认 现在你在一个起步阶段 你的事业未稳 那你干嘛要结婚呢 但是因为爸妈 也是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后自己觉得 也有能力去养他 不是 你有啥能力啊 你还要问他借钱呢 那个时候那个资金没有周转开 所以才向他借了三千块钱 不是 我的意思 你现在自己不也不稳定吗 你现在稳定了吗 也没有太稳定 就是 也没有稳定 那你着什么急啊 孩子 着急结婚干嘛呀 但是爸妈也是在说这件事情 所以你结婚是爸妈催 有一定的原因是吧 对 也有 你所谓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是指你父母 给你准备好了东西是吗 对 都准备了些什么我听听 就是把企业房都给准备好 还有结婚的一些事 那你们俩结婚之后 你能挑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吗 但是我想让我们两个 能一起奋斗 对 共同去努力 他跟你聊过未来吗 说我们俩一起努力什么的 他就让我先不要继续考研了 然后让我给他当全职太太 我想让他在家里面 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在外面能好好奔波 回到家之后 他也能够做个晚饭之类的 不是 你刚才不是还说的 你要娶了他之后 你们俩共同努力吗 对 结果就是你娶了他之后 让他在家里面做全职太太 对 我在家里面给他做全职太太 他觉得就算是共同努力 我给他做饭干吗的 那你是不是希望你们结了婚之后 很快就要一个娃呀 可能爸妈想 不是 你想不想 我 我怎么觉得 我可能也会想 我也会想 我怎么觉得此刻你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 还有一个爸和妈 你要娶的不是你要娶的媳妇 是你爸你妈加你要娶的媳妇 这是你爸你妈给你规划的人生 不是你的人生吧 小子 但是自己也会想着要 那你为什么要娶这姑娘啊 因为想要成家离业现在 你拿什么成家呀 因为觉得 你自己不都不稳定吗 不是应该先把工作稳定稳定吗 因为就是感觉现在主心骨还不是很稳 娶了他就会有主心骨是吗 对 我是这样想的 以后就会有动力了 然后你还不让他考研 我觉得他的这个设计专业以后 那个竞争压力可能会很大 想的就是他能提前出来 你学什么专业的 设计 多好啊 未来这种带有个性化色彩的专业多好啊 但肯定会投入很多时间 那投入时间不应该吗 这样我不就上完学和他结婚时间又晚了吗 你脑子清楚对吧 那你直接告诉他不行不就完了吗 我就是觉得不行 但是又确实挺 觉得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不是 他怎么对你好了 你能给我们例举一下 他是怎么对你好的吗 姑娘 就是生活上面各方面都特别照顾我 比较细心 对啊 你结了婚之后 他还会照顾你吗 你想这个问题 对 我就是对这方面有些故事 就想都不用想嘛 人家已经给你画了道了嘛 结婚之后是他照顾你和这个家对吧 他主内 你主外 这是你的规划 是还是不是 小的 对 对 没有了 那如果 如果他就是真的是对我特别好的话 考虑结婚也不是不行 主要是他做的那些事情嘛 我现在觉得他是不是连结婚都是欺骗我呢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好 你一天播几个小时 今天现在播四个小时 才播四个小时啊 对 您一新主播 以这个为生的职业主播 一天播四个小时啊 我是晚上播 然后白天去工作 你兼职是吧 对对对 白天做什么 白天教小孩 一些形体方面的 兼职是吧 对 那你就没有时间 对不对 他都没时间 他怎么能对你好呢 你所谓的生活里的照顾 是咋照顾的呢 因为之前他没兼职的时候 不是时间也挺多的吗 他未来就得兼职啊 他不仅要兼职 要干得更多呀 因为他要在主播发展方向 发展得更好 一天八个小时是基本吧 嗯 他怎么照顾你啊 哎呀 我真是着急啊 你看女生 从最开始 相识两个月的时候 就发现了男生跟前女友 纠葛不清 就这个时候 刚开始一段感情 我不知道你是贪恋什么 没有走 好吧 这件事情男生处理完了 你们俩在一起 可以 我觉得谈恋爱嘛 就是要彼此了解 你现在也彼此了解 了解得很清晰了 男生需要的是一个 全职太太 需要的是可以照顾 他和家的一个女人 然后他在外面去奔波 去奔忙 女生说 哎 我离不开她 是因为她对我好啊 但是在她的未来里面 她可没有说要照顾你哦 你是怎么听的 怎么想的呀姑娘 我的天哪 来这个难题 交给我们的各位老师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有的时候不能太贪心 如果你要是贪图 一个男人的外表 或者贪图 他某一点的特质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迷失自我 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吗 他想跟你结婚 是完成爸妈布置的家庭作业 他有真正为娶你 做好任何的准备吗 他贪图你的也只是你的美貌而已 可能说 两个人在一起 是始于颜值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一年半了 还只是因为颜值 那么薄薄的一层爱的话 那你们这个爱 随时都可以破裂啊 而你们两个人 最关键 最重要的问题 是你们两个人感情 一点都不坦诚 不诚实 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还说不清楚之前那点事 在你心里是那么大的一个哥的 在他心里 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 反正你也好骗 但是姑娘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和底线性的问题 证明这个人的人品啊 他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是否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人 而在你看来 你觉得 除了这一点 其他都挺好的 可是让你除掉的那一点 恰恰是你需要最重视的 所以说你脑子 是不是不清楚啊 男生 咱不能为了 完成一项任务 然后就把一个女生 拖进一段婚姻当中 那是你要完成的任务 那不是人家 要完成的任务 而且你真的 有为你们两个人的未来 做打算吗 你别跟我说有 你只是眼下 想赶快解决结婚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的 觉得自己爱这个女生的话 你真真实实 诚诚诚诚诚的 把你之前所有的事情 都说清楚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 什么微信号 不用的就不用 你现在是有隐瞒 有遮盖 你们的感情 就是有黑暗的这一块 这一块黑暗 如果不解决掉的话 你们是看不到光明的 但我现在看来 如果把这个黑暗解决掉 我依然不觉得 你们的感情是有光明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 都太贪心了 都看不到 真正的爱的本质在哪 所以姑娘 我现在劝你啊 就赶紧清醒 别再越来越迷失自己了 你在她给你描绘的 那个美好未来的幻象当中 你已经开始要迷失你自己了 之前还有考研的梦想 你现在已经慢慢地快放弃了 你心里面已经在动摇了 所以现在不要再动摇了 你该干嘛就干嘛 两个人可能 彼此的好感是有的 喜欢也多少有一些 但是你们之间的情感 真的是那种 清清浅浅 蜻蜓点水一般的感情 而且你们两个人的匹配度 特别地差 男生其实你属于那种 自不量力型 你以为我遇到了一个 比较喜欢的女生 我可以隐瞒我过去 还没有处理干净的感情 你以为我遇到一个 喜欢的女生 我要想完成 我父母交给我结婚的重任 我就可以去鼓动她 做全职太太吧 早点嫁给我吧 不要考研了吧 你不自量力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 娶一个女人 做全职太太 有的男人做得很好 那首先这得是一个 能干的优秀的男性 你能不能给到他 足够的尊重 当你忙工作 忙应酬的时候 是不是能拿出足够 太太需要的时间 给予他陪伴 这对男人是极大的考验 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都说了 我想早点成家 是因为我有一个家做支撑 我才能好好去干 就这句话的证明 你完全没有资格 娶一个全职太太 你拿什么给她安全感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的 什么前女友 过去的感情 什么和人家 有没有联系 大号小号的 你要真跟前女友好 你就跟她好去 你在女朋友过生日的时候 跟人吃顿饭有意义吗 除了伤害自己 现有的亲密关系以外 你能得到什么 赶紧断得干干净净净 否则得不偿失 听明白了吗 嗯 是 女生 你的爱也很亲浅 你只想享受眼前 她对你的温柔 为什么不告诉父母呢 你自己就没有看好啊 你还拿出个幌子 说我爸妈觉得这份职业 不长久不稳定 什么稳定 稳定是内心的强大和稳定 和她从事什么职业 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看是你内心不稳定 你没有看好她 不要拿父母做理由 自己没有看好 只想享受眼下的 这份甜蜜和温柔 就告诉她 我还没有长期规划啊 可能我们在一起的 过程中成长了 我觉得你值得依靠 我们就走到一起了 至少现在 我没这种感觉 说清楚 坦然面对 坦诚交流 现在没有这份感觉 就告诉她了 也别让她心存幻想 好吧 谢谢 一个20岁的女孩子 学艺术设计的 大学毕业之后 很多人跟她说 结婚吧 结婚吧 女人总要结婚的 她说不要 她说我看看 然后就开始画漫画 花了几年之后呢 诶 挣了点钱 挣了点钱 人家说 哎呀你赶紧拿这个钱 买方结婚吧 她说我不要 她把那个 所有的漫画作品 卖给了一家公司 拿了一笔钱 她拿了那个钱 去读了最顶尖的 动画设计的学校 去那边读了几年 研究生 读完之后 她说你赶紧回来结婚吧 她说我不要 现在她是最顶尖的 动画设计公司的 艺术总监 才三十日刚出头 我好朋友 姑娘 我不是说大学毕业之后 不能结婚 我认为任何人 如果要抹掉你 无限的可能性 让你变成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我家里面 给我生儿育语 我坚决反对 这一类的任何的思考逻辑 我希望每一个女生 都保持她无限的可能性 你有自己的决定权 请不要放弃自己的可能性 就这样 你的前途 其实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她基本上 能够看到未来的路 只会越走越窄 如果你不调整的话 你现在在啃女朋友的美色 在啃父母的老 过着自己自私的生活 你说你懂她什么 除了她美 你还看中她什么了 而美这个事情 是最靠不住的 尤其是当她把你关起来 在家里做了全职主妇之后 你会很快就不美了 因为待在家里 你需要每天忙着做饭 你还需要化个全装吗 你还会每天 这么仔细地 打理自己的头发吗 所以当你一点一点地 失去了你的光彩的时候 她每天面对的是什么 她的客户 她培训机构里头的人 还有其他的女主播们 你很快就会被取代 她现在要结婚 只不过就是为了自己一个自私的愿望 从父母那里拿走 父母许诺的钱 父母一定给她设限了的 车你现在不能用 房你现在不能住 我只能够给你结婚用 如果现在父母就给她房和车 告诉她 这一些给你创业用孩子 不着急结婚 她立刻就不会求婚了 取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你要毕业了 你只要换一个池塘 他就抓不住你 请你千万不要因为 这一个男人告诉你说 你所学的又累又没用 你就放弃了好好考试 或者有一个男人说 过来来给我当老婆吧 你就以为 我从小长这么大 我的父母一直努力地培养我 老师对我寄予厚望 只是为了让我大学一毕业 就去给这样的一个男人 在家里每天替他洗衣做饭 而他甚至还在外头 勾三搭四 很可怕 分手 谢谢老师 这里面 大家千万要记住一点啊 我们没有再说 结婚和学业是一个冲突 婚姻和学业本身并不冲突 我们反对的恰恰是那种 为了一己之私利 而扼杀另外一个人 上升空间的行为 以婚姻大事为由 限制别人人生的发展 这个要特别地说清楚 女生同样是这个道理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读研究生 跟你结婚之间有冲突吗 没有 你觉得一个女生 她该有自己的人生吗 一个女人的人生 就是老公和娃 还有郭台吗 不是 显然不是 对吧 她可以很丰富 人生其实的精彩性 就在这个地方 男生我觉得你也现在 不要那么早着急着结婚 因为你不是奔结婚去的 你是为了完成某一项事的 想清楚 沉一沉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跟你相处的一年中 我觉得 对我确实挺好的 但是你的那几件事情对我 伤害很大 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淡化它 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彼此的事业和学业中 再有所提高和突破 不要想着那么急着结婚 让我们的感情再稳定一点 也多给我一点时间去 了解和考察你吧 希望彼此能够多理解和包容 就是 就是现在觉得 以前所有事挺对不起你的 都没有为你着想 为你考虑 我今天今天都没理会 我真真的感觉对你太愧疚了 我真真的感觉对你太愧疚了 我 我就是老想着自己 对不起 男人今天都明白这道理也挺好的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我们预测一下结果 我觉得男生会出来女生不出 我觉得他们会双出的 我觉得双不出吧 必须分女生不能出啊 男生那个眼泪是一个手段 不真诚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请开门 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 我觉得我以后也会 就为了他好好努力 也不会去逼着他想要结婚 都为他考虑考虑 就是加油做自己 好吗 谢谢你啊 谢谢老师 秦辉 24岁的小男生 如果真的从今天开始领悟了 积极向上了 我觉得 比这两个人在守着这么一段感情的结局 要好太多了 祝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